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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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郭大概 再過兩個上禮拜 他會來啊 他真近 他就要坐對面 走路就到了 對啊 我坐到哪裡了 我坐到哪裡了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大家好 我是王允忠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已經開直播了 歡迎上中廣流行網 還有王允忠的臉書粉絲專頁收看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請到大明星 戲演藝衡的非常好的 宏都拉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聽眾朋友了 應該說聽眾朋友 因為你看得到直播 然後等一下我們中間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也會播出 所以你有很多秘密 就在那個時候講 我會在那個時候講 因為這個節目我幾乎是 只要有訪問名人我都看 太好玩 我們是服務節目 每個人都要訪問 包羅萬象 很棒啊 你最近在忙些哪些戲 我看見好多戲在身上 對 因為可能是韋忠哥的 會演世英雄吧 因為我每次出去 等下都說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戲 我說韋忠哥說 我是眾生代裡面長得最帥的一個 你不要認真 有時候就當真了 最近就是一個 有台八點檔剛結束 黃金 黃金歲月 黃金歲月 那TVB也剛好他 要再開一個新節目 跟亞蘭姐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開 昨天開鏡 是節目還是 連續劇 連續劇 講什麼內容 講一個兩代 兩個家庭 隔了30年之後呢 因為小孩子長大了 就因緣際會當中 男生愛上 對方的女生 和他們之間有一些恩怨情仇 突然30幾年沒看到了 突然發現 我兒子娶的居然是我仇家的女兒 哇 就很多反對的事情就出現 洪杜拉斯這個是從 演短劇喜劇開始 經歷那麼多過程 然後開始要演戲 那這個轉折點 好像是有一次 我讓你演一個單元劇 對對對 一個金人車世紀 對開始 我就覺得你 欸 有戲劇的細胞 因為演戲不像在演短劇 你分的還蠻清楚 有天分 我覺得偉中哥是 比較知道我的人生過程 對 因為我是自 我是開過幾乘車的 我說你好看是說 你現在臉上的線條啊 對 然後現在牙也修得不錯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牙醫師都講說 哇 你這吹起我給你演得這麼漂亮的 你覺得你變得這麼紅的 你就敢大大大口的笑 不不真的 如果允許的話 如果 就現在也有補助啊 看來要補助 其實一個男人的雅滿重要 對 後來發現 尤其演戲 對對對 你樣子演戲啊 自在 對對對 然後你演那個帥哥 別帥哥中年的有點價值的時候 那樣子也會有 對對 不過要跟聽眾朋友來分析一下 也要分享一下 其實洪多拉斯 一輩子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講的 就是毅力 做事情很有毅力 他家裡呢 有一個鐵杵 他在磨成繡花針 磨得多粗了 哈哈哈哈 還在磨 哈哈 然後你看起來好像 風風雨雨一下就過去 其實是很長一段時間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小時候呢 他有幾個遺憾 第一個小時候 他想做棒球選手 嗯哼 那時候你爸爸反對 對我爸爸反對 那時候你真的有運動天分 真的有 而且運動細胞 就讓你不准打了 就是因為他覺得沒有前途 但是因為我們家隔壁 有個六年級的一個大國手 對會大國手 第四棒 一直羡慕 那我第一次聽到廣播裡面出現 他的名字第四棒 哇我覺得全村人都以他為教 他好像比考上大學那些事情 他還要 他達到什麼 他好像是榮公少棒隊 少棒隊 我記得我們提過這個事情 那時候你就覺得 哇 哇 尤其在那個破券村裡面 哇 然後你得到這樣成果手 然後他每次都穿著棒球衣 從我們家門口走過去 我覺得好像是個英雄 嗯嗯 然後肩膀上再背著兩個棒子 因為他是以打為主 對對 只羡慕 羡慕得不得了 然後洪德拉斯有這樣子的天分 但是爸爸就說 不要打 好好讀書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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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當一個規規矩矩的國中 啊 國小國中 然後高中 然後就當 就要找一個鐵盤管 就這樣子就好了 他也沒什麼 他不覺得說 他的家裡面會出一個什麼樣的 呃 中流砥柱 所以洪德拉斯第一次遺憾 然後媽媽後來跟爸爸就分開了 啊分開分開 就失蹤不見了 對對對 我三歲的時候他們就不見了 對對對 媽媽就不見了 對 這是你小時候更大的一個遺憾 嗯 對不對 任何人提起 呃在學校裡面講媽媽的兩次 對你來講都是打擊 我常常都因為這件事情跟人家打架 嗯 經常 嗯 因為每一個 在我小時候所有的國小同學 他們大概都是家庭媳婦 因為那時候不流行離婚 這件事情 那時候還蠻大的事 嗯 對我大概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就跟我一個同學打架 我們就為了搶一個便當搶輸他 嗯 然後他就講說你這個沒有媽媽的孩子怎麼樣 哇我那時候好難過 我覺得沒有媽媽是我的錯嗎 所以我就跑到後山裡面我哭了 我便當也沒吃 我就覺得到底 我這一個包袱還是說 我沒有媽媽的這件事情還要折磨我多久 嗯 你到什麼時候開始稍微一點釋懷 大 高中吧 高中 嗯 比較有自主能力 而且自己也發現到說這個事情已經纏繞那麼多年 他也沒有辦法解決 嗯 就讓他釋懷 後來我發現我姐姐跟我有同樣的一個感覺 嗯 可是你知道人生很奇怪 我已經在一個沒有媽媽的環境下成長了 我姐姐居然在他高中的時候跑去找我媽媽 哦 他還是有線索 那是我媽媽寫信來 嗯 我就跟他講說你這個事情你 你 老爸請何以堪 嗯 結果這個好好好好 好難受 好難受 你那時候也沒辦法勸 沒辦法 你才這個高中生 嗯 後來有在一個節目尋人的那個節目裡面 嗯 你碰到你媽 他們找到了你媽 他們是說用視訊 我覺得不大可能 嗯 結果他找到了我媽媽 他說 呃 那時候我姐姐說他們有辦法弄視訊 才從螢光幕上看到我媽媽 哇那一刻我真的是 結果還是從視訊上 從視訊上看到我媽媽 好難受 我好像有點印象 我那麼難受是說 因為對面的畫面出現這個白髮蒼蒼的一個 我不能講老太太一個婦人吧 然後他 我看到他臉上的感覺 我是覺得一個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說你應該會成為一個 傳統婦女裡面非常值得 人家學習的榜樣 如果在那個時候生活很環境很 非常艱巨的狀況之下 那是撐過來 對 他撐過來的話 他就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可是他選擇離開 可是我真的覺得人生很難講 對 就像 就像他說你爸爸那時候 就像一個金戒子把他騙來一樣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窮 對 其實 洪多拉斯的父親是個江西老兵 十五六歲就來了 但是洪多拉斯台語講得一極好 因為從小就是對台灣文化 跟旁邊有些鄰居朋友 學台語學得好 然後後來在我們康熙來了 還教台語 對 OK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難講 我媽媽那時候離開你很難解釋 對 每次談到這個事情 我都覺得好像 這樣子的情緒 所謂的那種親情 在我來講 在我來講 我除了說是 沒有辦法回到過去去享受說 比方說做文題目寫我的母親 我都會很難受 我都改把他改成我的父親 不過我說洪多拉斯聽眾朋友知道 就是他好幾次很大的挫折 你說這個媽媽走了不見了 第二個就是想做棒球選手 然後旁邊人紅了 尤其在隔壁 那種感覺很強烈 然後自己有這個運動天才 到現在高爾夫球打得也很好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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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有這樣子的抗壓性 是真的 那個相信聽眾朋友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我們做連環炮 嗯 然後呢公司 我們製作公司要簽約 到相關裡簽約 那時候呢 小紅就帶他們幾個人 小郭啊 小台啊 對 陳偉銘啊 楊麗英啊 到那個地方 他是開車 他們上去簽約了 他一個人在這個車子裡面 就萬壇 說為什麼不能跟你簽約 這對你來講是極大的一個 一個挫折 那個所有的夢想破滅 完全破滅 我勸退對不對 你來找我 因為我很少為我自己做一些事情 我從小到大 我比方說我讀國小 我什麼 都說遠足不能去 因為家裡沒有錢 畢業旅行不能去 因為家裡沒有錢 都不去不去 一直到我要做的時候 我一定要跟我中文說 我想要演戲的這件事情 我鼓了很大的勇氣 我在戲裡面一直在rehearsal 說我要怎麼開口 我記得 我記得 然後你來找我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這行業飯不好吃 我覺得你還沒準備好 那個對你 我跟你reject 拒絕你 你那時候心情是 其實我這個沒有拒絕 他說你需要磨練 你要不要先從編劇看看 想我跟侯文燕寫東西 你愛寫點東西嗎 對對對 寫點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變通 我想說這好像是我必須要 去走的一條路 就是先成為連彎炮的一個基本演員 那是一個最大的夢想 那這邊碰了個軟釘子之後 我就說 哇好像後來因為又陸陸續續的 節目也收起來了 大家的表演空間都沒有了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跑龍套的工作人員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去演短劇 就直接到中次場 做服裝的東西 做得很不開心 我覺得說我 我就離開了 就離開了 那時候就離開了 你如果離開 你看你離開了之後 這些哥們還在電視這樣工作 然後你大概電視都不敢看了吧 不敢看 我記得最難受的一件事情 是有一年這個 許孝順結婚 他把帖子給我 我那時候開計程車 我根本就沒什麼錢 所以我到了那個婚禮的婚場 我還到了那個婚禮的會場 我很怕人家看到我 比方說像小郭啊看到 我就上去把紅包遞的 那也不是很多錢 然後我就錢還沒錢 我就走了 然後我就遠遠的 從計程車去看他們 在結婚的那個場景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大家都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一起工作 那我還在開車 那大家都好像都很有機會 而且是家喻戶曉的 所以 我很遠的地方 我就跟孫子這樣子 他沒有看到我 我只是心裡面感覺說 私人獨憔悴 對 我就說 冠冠買君華 祝福你 的那個心情 對 所以那天我就還記得 後來孫子出了一本書 叫做童話大孫 他居然在那個書上面寫了說 我的好兄弟 洪聖的小洪 你人在哪裡 如果我們沒有長見面的話 我還會記得你在 我看那篇文章 我哭了好久 這說起來是 一路都是碰到挫折 對 一路都是碰到挫折 然後開始慢慢的 然後呢 你還去後來結婚了 結婚結婚 結婚生子 還開這個大卡車 但真讓你勸你回來的話 你還有這個夢想 勸你回身的老婆 是我老婆 我老婆太偉大了 對啊 你老婆 我跟聽說朋友講這個老婆 洪多拉斯老婆 我見她太多次了 我每次見她都誇 對 我老婆說 你怎麼會對她情有獨重 這個老婆真的是 幫助我們洪多拉斯太多太多了 這個故事 好我們休息一下 再跟洪多拉斯 來講講她的人生 過程想法 哇 一開始弄這個把我弄的 我本來很開心的 弄到我快撇樹了 好難受啊 不行啊 不行 哎呀 那真的是 過去的事情都忘不了 就是你的 本來就忘了 就不會忘了 就是你的人走過的 這些過程很好啊 你看 你看每個人風光 就是每個人都有很多挫折過程 真的 不足為愛人道也 你現在這個年紀 我告訴你晚收成 是蠻棒的 大氣晚成是蠻棒的一件事情 對 對 真的 可是情緒就沒有辦法平復了 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說啊算了 那個過去的事情 所以才能演戲啊 想到以前 哇 只要我想到我爸爸 他在機場送我姊姊的那一幕 我真的沒有辦法 一個老兵欸 他看到我姊姊出海關 然後在出去之前 我姊姊又跑過來 又抱住他 那個士官長 出去什麼 出去讀書 就去美國啊 我們送他去機場啊 那時候我看到他抱著我爸爸 那個老先生哭成這樣 跟那個朱志欺那個背影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哇 痛苦 你老姊是讀書學的 有學吧 反正就找我 找我媽媽 他說要去那邊什麼 那後來呢 後來也不那麼順利 他又離開家裡 對 我說你姊姊現在在哪裡 他現在在美國 還在美國 他後來找到還不錯的一個姊父 我姊父 對啊 千里尋親嘛 嗯 可是太多豐豐魚 他也不願意講 他應該吃了很多苦頭 大器晚船很好 也很好 讓你會懂得珍惜 對 這是我現在最幸福的時候 對啊 你想起的以前都往事 現在想吃幾東西來都是甜的 很好 好 大家好我是萬一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我們的老搭檔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這個前面第一段呢 講講他說他要撇樹 撇樹 我們的小黑話就來講就是掉眼淚 對 叫撇樹 很感慨 還有撇條撇盾 撇堆 撇輪子 就不太好講了 不過我跟你講說大器晚船 我們剛才聊天 大器晚船還是很快樂的事情 對 我現在想起很多以前的過程都過去了 其實任何一行都一樣 上台容易下台難 你現在到這個年紀 這個台上台下都猶如自己 很自在 很自在 演戲也自在 沒有過去的一些這樣子 這樣子的過程 挫折過程 你臉上還沒有線條 你演起戲來呢 還沒有那個韻味 對 你現在為什麼長那麼帥呢 就是你臉上有線條 還有魏森哥有看到 看到臉上太多的滄桑了 所以你看我拍戲 沒有太多滄桑 我拍一個戲喔 算命很好的 拍一個戲演我女兒 有個女兒的 他轉身就過來叫我爸爸 哇塞我都不曉得我從哪邊來的 我哭得好慘啊 因為我要離開他 嗯 那曲導演 曲友林導演 哇塞 你這個哭得我們真的是沒辦法 你有這麼深的父愛嗎 嗯 問你啊 對你有這麼深的父愛 對於你即將要離開你的小孩子 感受這麼深 我說 應該是我自己人生的過程 對對對 你就累積了嗎 因為你稍微想到一個感觸 你就知道心愛了怎麼出來 對對對 好 不過我們剛剛說到 你這一生裡面最重要的貴人 就是因為你太太 是是太太 你太太在你這個 就是這個小市民的時候 就跟了你 對對不對 然後你岳母也 也也答應了 還是都也經過一點波折 有經過一點波折 就是 因為我我那時候在開大貨車的時候 我覺得 我的人生應該就是到此為止 就是說我有一份很豐厚的固定收入 就任命 對那分收入其實是比一般的這個上班族好很多 對對 因為你是開大貨車嘛 那個時候我記得六七萬 六七萬 有些加班才七八萬 我就很開心的去把這個事情跟岳母講 然後岳母她是 她說愛女心切嘛 而且那個女孩子 我老婆是二女兒 她說這是我最疼的一個 你要好的 你們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一個小學同學介紹的 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願 她知道你以前演戲嗎 演過戲嗎 我說不講沒有講過 沒有講過 那我岳母是說 透過我女朋友 就是我現在太太告訴我說 基本上你的人品沒什麼問題 她希望我能夠換個工作 哇這對我來講 我就是天大的一個震撼 我說我一個月收入這麼多 你叫我換工作 你要叫我換什麼工作 那一般的母親會覺得說 我女兒嫁回去 不想要活在擔心裡面 因為你每天在外面跑車子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開大海很辛苦 然後有些要再加班的話 那時候沒有勞基法 跟後面來講 你跑的話 有跑才有錢 對 很辛苦 所以她叫我換工作 我說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換工作 跟換女朋友做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也太難了 後來她有跟我說 她說一句話 她說 我知道這個對你來講很辛苦 不過如果說你擔心 關於收入方面的 他有個正值 如果說你需要幫忙的話 我可以幫忙 但是你不要把她認為說是 我給你的 你需要多少的那種生活費用 我可以支助你 但是那你是要還的 當然 她說用借的 她說用借的 我心裡面就會覺得 好像還比較 平衡一點 平衡一點 我不是吃軟飯的 這樣子的小孩子 對 不你老婆還是真的 還是看到你什麼了 一定要嫁給你 你有沒有問她說 在那種情況之下 你為什麼要嫁給我 我問她這個問題 我問過她 她怎麼說 她說 她就睡著 不是 因為也要慶幸說 他們家的環境還不錯 不至於餓死 有個小康子家 然後你只要能夠肯做 然後你做的事情 是一個很正當的工作 而且你能夠按部就班的 不要一步登天 她願意跟我一起 把這個難關度過去 哇 OK 對啊 我才決定換工作 小紅今年幾歲 今年57 所以你跟你老婆之間 也沒講說你愛我 我愛你 沒講過 很少欸 講過沒有 沒講過 她也不講 她不講 她不講 我講我常講 你常講你不行 她就不會講 你會講我愛你 我會講 好棒 我電話裡面說 愛你喔 我要回家了 這樣子 我經常每天工作 像我如果工作 比方說結束偉忠哥的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我會回家吃飯了 打我們都會打了 但是我愛你 會會會會 我覺得她值得了 當然當然 你老婆就說 我每次夢想我就 喔 然後兒子那時候也看到了 蠻好 這麼多 這麼多歲月的這樣過來 後來她鼓勵你去 你還是就是 就後來我們大家就知道了 然後就 然後再去投靠捧恰恰 啊 後來又碰到 我們又再度相處 是是是 你自己寫劇本 你就發明了一個這個 這個 葉教授 葉教授 然後我們就一路 走過來 走過來中間又開始演戲 又看到等等 現在就戲就不斷了 然後就突然感覺自己 真的是屬於這圈子的人 是什麼時候 對 我覺得是從我 呃 開始演了偉忠哥的舞台劇開始 嗯 我知道的舞台劇 賦予人一個 那樣子的能量 是會再爆發出來的 就是我們演同學會的時候 喔 OK 你演得很好 因為我說我不要演 因為我不會演舞台劇 因為對我來講太難了 然後有一天就是 內祖哥 就就請我到他的辦公室 嗯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他就想說 嗯 那我要叫偉忠哥來跟你說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叫偉忠哥來貶你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好我演我演 可是你在那舞台劇裡面 跟這麼多有經驗的好手演戲 啊 楊麗茵啊 對對對 然後你真的是要演戲了 是是是 不是說就是短劇這樣玩就玩過去了 那個戲很重 嗯 同學會裡面那戲之後還要 有天梯 對 你走了啊 等於是同學要紀念你 其實那個天梯帶不到天堂去了 啊 這樣的過程 那個是你 我記得你在後台哭到 對 啊收不回來 我就跟你 我就跟偉忠哥報告了 我說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個時候 這是已經年紀老邁了 然後坐著 我那時候戲裡面 然後知道自己已經 來日不多的時候 那樣子的感觸 我就還是想到我爸爸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偉忠哥這個戲 我如果每一場都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會 會 垮掉 因為我每一場都會很有感觸 這樣 那我跟你講什麼殘酷的話 你說 你說 你就知道了 這就是一個 演戲的時候情感的流露 然後 你自己去慢慢體會 因為我第一場就已經 崩潰 就崩潰了 對啊 你會想著爸爸老兵這麼辛苦 嗯 你一路 中有一天會老邁 然後我一直在想著 我如果做的事 爸爸現在還跟你在住 還住在一起 對 那個 九十了我老爸 對對 洪多拉斯非常孝順 到現在 我們說四個字 就八十把尿都知道有他了 對 太太也幫忙 你太太也真的蠻好 真的好 對對對 OK 所以演舞台劇的時候 你才知道 喔這個就真的是演戲 對對對 然後觀眾又在前面 有個第四幕 你看不到觀眾 你知道 他們跟上帝一樣 看你的人生 對對對 那時候就看到所有的觀眾 好像跟著你的節奏在呼吸 對對對 那因為那個整個劇場 非常非常的安靜 真的是掉一根針 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好馬上回來 喔 你真是演舞台劇的時候 對 這演戲是怎麼回事 我就說我不要去演舞台劇 那念主跟那個一鏡 你以後真的要照圍中 打電話給你 哇塞不曉得為什麼 我突然就有信心了 對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說你可以演 對 你演戲沒有問題 你現在戲就知道怎麼演了 然後越會越遠越進步嗎 還是要演舞台劇還是過癮啊 過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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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你的感覺 就知道真的是這麼 嗯 而且那個反應超好 開竅 開竅 所有的人家偉仲偉也跟我說 欸我一個什麼樣的朋友 他說你演的真的不錯 我說啊 因為融入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去 想說自己演的好不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演到了 對 就不會去覺得說 欸有沒有什麼 而且每一場不一樣 不一樣 每一場感覺不一樣 感覺都不一樣 然後你會感動其他演員 其他演員會被你感動 這就是 我就說 一個一場舞台劇 就是一個人生 出將錄像就是一個人生 就人生走完了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再去看起來 我現在也是 我說我們有好戲 為什麼擺在舞台上面 因為觀眾可以安靜下來看戲 對 電視還有太多干擾 又進廣告 然後還有人在滑手機的 對對對 最怕就是演到一半 那個手機響了 我真的是 對啊 現在台灣觀眾很好 這已經很好的 偶爾還會有 你女兒 準備回來了 請握24小時免費諮詢專線 0800770885 以上為新北市衛生局廣告 大家好 我是王安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老夥伴 大家非常喜歡的洪都拉斯 謝謝魏宗哥 洪都拉斯我們提到說 一路這樣子奮鬥過來 終於開始演戲了 然後從一個舞台劇通學會 裡面開始體會到 喔 戲是這樣子走的 對對對 就開始慢慢懂啊 演戲的過程 是 然後就覺得演戲是很過癮的 過癮 過癮 對 現在演戲有進步 然後就體會 對 我覺得魏宗哥有一些 在旁邊看到了 就是我們需要加強的地方 後來我發現到 其實演戲 就像魏宗哥說的 要演喜劇真的很困難 對 讓人笑很難 讓人笑很難 但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很多情緒的東西 因為我在以前我在拍戲的時候 大部分給予我的都是 比較歡笑的 比較喜感的東西 他們會來找我 一直到後來我去拍了 我們與二的距離之後 我才發現 還有另外的導演 就像魏宗哥經常在講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些人看到 有些人旁邊他也在看到 所以我跟果陀梁志明導演 他因為看到我的戲 他跟我講說 我們有一天一定要合作 就我也拍了他的 征魂起司的舞台劇 對 我說你怎麼會看得到 因為我看到你的同學會 所以我們經常在發現說 如果說你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有認真的 就像我當初在做 模仿葉教授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直以為 那個全身在洪教授沒有人看到 結果郭哥看到了 他才要拉我進來到 偉宗哥的這個 那個班底 再度合作 所以我經常就會感覺到 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把當下事情做好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看 其實很多人都在看 所以我才慢慢的 可以更多的體會 說我們的情緒 如果沒有出來的話 人家會來批評你 對 你經常想入圍三次 兩次 兩次 其他是綜藝節目主持人 都是大黨的 對大黨 對對對 然後這一次你看那個 我們小郭 啊 恭喜他 郭老大 對對對 他也是從一個 一個戲演員現在開始 要好好的去演戲 他看到我都跟我說 為什麼我每一齣戲都看到你 我是重量不重值啊 你只重了一部 只查清 然後你就整個引起大家的注意 馬上就入圍了 我就說這個戲啊 因為他非常辛苦 是他將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 在學客語 對他入圍 對其實不是講的 十字名歸 也不需要 他講多標準 對 也不見得要講 嗯 但是戲到 對對對 我這高興的就是看著你們大家這樣子 都有進步 然後自己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嗯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過癮的一件事情 OK 後來你就又演了 我們最近還在演了這個 民心腰老院 是是 民心腰老院 這戲又另外一個層次 對 另外一個層次 讓我們提早感受到說 我們曾經在舞台上 也曾經有過觀光 我覺得韋中哥的想法是 不曉得是不是天馬行空還是 因為之前韋中哥就跟我說過 要拍一個類似這樣子的舞台劇 欸就差不多不到幾個月 他的雏形就架構就出來了 而且馬上就推出來 然後看到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哇韋中哥實在對這個舞台上有太多太多的感覺 我覺得當你這麼樣的殉難 當你這樣子在慢慢的光彩出現沒有的時候 這些藝人的心裡面的心態到底要如何調整 對我賠了太多 賠了很多藝人 嗯嗯嗯 那很多過程看到很多 你也知道 這一季路要沒有很多老大哥 老大姐等等 看到很多 看到很多 對對對 所以我就常講說 藝人的人生就是在舞台上 下了舞台之後 他人生不見得處理得很好 是是是是 不過你的過程又不一樣 對 對 前面過了這麼多的過程 嗯 現在重新活在舞台上面 所以你對名利的東西現在看法怎麼樣 呃 我覺得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現在的生活上面其實並沒有帶給我 我覺得也是老天爺眷顧吧 沒有太多的壓力 財富比較能夠自由 對我很怕說到了老的時候 突然之間 因為很多藝人朋友到了年老的時候 雖然有講句比較不好聽 叫做晚景淒涼 嗯 那可能是因為他們曾經有輝煌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如何的節制 嗯 那我現在對於對於工作上 還是非常的有熱情 因為我有很多的時間 我可以去揣摩一個角色 而且我不用去擔心說 我有什麼樣的壓力 最重要的是沒有經濟的壓力 然後太太把家裡弄得很好 弄得很好 然後孩子女兒讀清華大學 欸 對對 大四了 那讀什麼系來 欸 生活應用英文系 這個系 這個系就是我們兩個永遠讀不上 對對 兒子在做護理師 啊兒子在做護理師 兒子很高啊 哇184公分吧 對我小時候看他說我的天啊 對 怎麼每一個都長得比我高了 哈哈哈哈 是因為小孩子現在營養比較好知道要運動 他很好笑 他很好笑 是嗎 哈哈哈哈 然後就看著小小郭的那個兒子啊入行了嗎 對對 俊俊 小郭那個兒子長得跟他跟他不像 跟他媽蠻像 很像 長手長腳 看著又下一代出來 也有和也很有熱情 對我們還是要聽聽看你這個經過那麼多波折 嗯然後又回到舞臺上 現在進推進推進上舞臺下舞臺進進演一圈 推演一圈 我覺得你應該處理的很好 因為你看名利東西看的比別人多一點 對多了一點 你跟聽眾朋友來分享一下 還沒講完 你對名利的看法是 現在就不要淡了還是什麼樣 還是很奮鬥就把今天過好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在找 就像我之前在跟韋中哥合作的時候 我們都在找一個機會 因為很多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個角色會有一個什麼樣 讓觀眾接受 所以他就會有下一集 那我現在的狀況也是 雖然我們當然不會像以前剛入行的時候 這麼樣的這麼樣的辛苦 我們必須去接很多 因為我們要創造一些知名度 那現在當然就像韋中哥經常講說 你只要有名 他立自己就會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找 我講的話我自己都忘記了 對 就有很多的事情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你有些知名度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擁有一些 比別人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才有很多的 比方說戲劇員會找我 找你的人多了 然後那個角色上面的設計 都是有一些重點的 而不是像以前說 這個可有可無的 你就是一個跑龍套 所以現在會變得更喜歡 去把每一個角色把它演好 然後你就會 當然拍攝過程是很辛苦 但是只要一播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小黃啊你知道我現在在這個這個台子上跟聊天有什麼感觸嗎 嗯 你現在跟你以前講話完全不一樣 是 看著你們從小長大 是是是 你現在講話也有自信 講話也條理分明 說話這個輕重緩和 自己還有還蠻有分寸 有態度 啊這個已經是個明星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已經是個明星 因為是你給我們一些信息 真的我真的不騙 我告訴你不要提這個 我跟你講 講這個噁心 哈哈哈哈 我說欸 你知道這個事 這個這個一個人的信心急碎幾次 嗯 再慢慢撿起來 像碎片一樣 對 看起來又像個花瓶 啊 好像經過一個光 又恢復成另外一個狀態 這個過程很精彩 而且我覺得我覺得最重要是得到很多的尊重 嗯嗯嗯 尊重你啊 他會讓你發揮這樣 你覺得他是尊重 對對對 尊重 好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你覺得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因為他覺得他說你可以 肯定 肯定 那你就會覺得說 欸我現在這個表現 我絕對不能夠跟你說的不一樣 所以我會更加的努力 讓你看到說你所謂的肯定的這些東西 你沒有看走眼 嗯 嗯嗯 對 我覺得被肯定是一個 被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嗯嗯 你就等於是加油嘛 對對對 等於是一個汽車不斷跟你加油 你覺得欸一直有合力 那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好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跟演藝文演導 我在拍書那樣成績的時候 他就說我說 演藝文報導一村 對 我說我說我這個戲要怎麼演 我那邊演個永伯 一個鄰居嘛 對對對 他說你隨便演 怎麼會叫我隨便演 他演完了之後 他就非常的開心 他說好自然 好喜歡這個角色 比較像鄰居的這一些 他會 好的導演 好的導演不要 不是交戲 他就跟你講一個狀態 對對對 那天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排戲排著排著 我說是不是正式來了 他說不用正式來 我們已經拍完了 超自然的 超自然的 最後要幫 最後的時候 好 讓人講解這個購票的狀況 等等等等 有個敵人說我要寫的 好 知道 趕快惡捕一下 要我大概看知道 不過恭喜你啊 你現在孩子也長大了 然後財務也可以自由 老婆也會管家 自己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啊 而且鼻子過敏 可是我還是比較羨慕你 嗯 我羨慕你很多 很多事情都 想到就做到 好厲害啊 不是啦 我太小做事了 你剛二十歲就開始做事 對啊 然後 你剛做這麼多事情 從來不 從來不止上彈兵的 蛤 你從來不止上彈兵的 你都是 地形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老夥伴 聽眾朋友非常喜歡的 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現在臉上的線條 完全這個中年男人的魅力 每個線條 撥開來都有故事在裡面 現在戲演的也很好了 沒沒沒 不過演戲是一個江陽大河 就說 基本上蠻深的 要慢慢去體會 對對對 還有很多角色 剛剛回到圈子之後還演浮屍 哈哈哈哈 我還記得 天啊 哪部戲演浮屍 一個阿難史的劇 西說台灣 對對對 剛開始接觸的第一部戲 動得要死 好冷喔 十二點多 然後大概兩度吧 對 這個是多少年前 剛回來的時候 剛回來的時候 大概二十年前吧 對啊 二十年的變化 等等等等到現在 對對對 然後我跟那個導演成為一個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看到那個導演 導演導演知道我那個時候只是一個 明不見金磚的小演員 然後我居然就跟他講說 這麼冷的天氣我一定要死在河裡面嗎 我可不可以死在路邊 哈哈哈哈 他就覺得很好笑 他說你有兩個選擇的機會 第一個就是演 第二個就是不演 我說 對 那我就演吧 哈哈哈哈 第一個就是演浮屍 對 第二個就回家演自己 對 真的真的真的蠻痛苦的 好冷 這都是人生的經驗 好冷好冷 人生經驗的 我說你的人生轉折點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有一個好老婆 嗯嗯 他好好的養家工作 然後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對對 然後還要把孩子拉拔長大 然後他辛苦了 對對對 可是你那時候跟他結婚的時候 你看嗯 丈母娘家也沒有多反對 嗯 希望你們好好的過日就好 對對 可是我聽說你對孩子來講的婚姻的問題來講 你就認為婚姻跟孩子講說要想清楚 對想清楚 可是婚姻哪有想清楚 你也想清楚了 你搞不好就不會娶你這老婆了 因為我不是糊裡糊塗娶這麼好的老婆 也沒有糊裡糊塗 也是想很久 當我們之間有很多溝通的時候 你有那麼高智慧在那時候 有高智慧 我就跟他說 夫妻夫妻爭吵難免啦 但是我們有個夫妻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子 就是我們全都不在小孩子面前吵架 不是我說你當娶她的時候 你哪知道你老婆好到這種程度 對不對 對對對 不是說算好的什麼你怎麼想清楚 還是緣分吧 對啦對啦 不過你是你跟你太太的感情不錯 就是互相忍耐還是怎麼樣 都有都有 他認你比較多還你忍耐 他認我比較多 我是一個死個性 真的你看起來脾氣還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習慣太差了 比如說 我的習慣 比方說我東西都亂丟 然後我很多東西都他一再講 一再講 講三次說椅子要放回去 那什麼東西要放回去 我永遠沒有辦法做到 你當過兵的人 對對 我的個性就是一個 我就我是說 比方說一個出去外面工作的 我回到家裡面 我的衣服一脫 我就喜歡把它亂丟這樣子 好像回到窩的感覺 可是你看都大部分都喝 你看孩子帶這麼好 兩個都讀書都這麼好 等等的 你的老婆費了很多心 對要上班還有工作 對 那你回來亂脫衣服 他將你幾次都不聽 那火就起來了 對就起來了 那怎麼辦 那我就說誰叫我娶到一個好太太 你用這個 我都用這一套 你這個 他就無怨無悔的一直做 真有效 真有效 這個我就講不出來 老婆喜歡聽這個話 所以就你會講我愛你 我愛你 這個必須的 我們就 我就不待會講這個話 你不講這個話 我人的個性問題 我常掛在嘴邊 真的我常掛在嘴邊 那他聽了有一次 所以你講夢話 講夢話都會說我愛太太 我愛太太 炸炮 還有剛剛你講說 好玩 誰叫我娶到這麼好的老太太 對呀 誰叫我娶到這麼好的太太 OKOK 不過你太如果倔強起來的話 我真的不行 我沒有吵起來的話 他是 他是那種得理不饒人的人 對 我就要離開現場 因為我知道他火已經上來了 我在講我愛你 還是我什麼都沒有用 對呀 我覺得到了婚姻那麼久之後 有時候會積怨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叫你做的事情 你就像個大家具一樣 就做那個地方 也不動 對 那個東西可以這麼隨手處理 就不處理 你現在沒有點進步嗎 有啦 有比較進步一點點 我有時候主動會去洗碗 那我去洗碗的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是一件很 天大的 天大的行事 對 哇我們家老爺洗碗了 哇 不過我要真的跟你講 跟你講也跟聽著朋友講 因為到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特別注意 嗯 你覺得老婆慢慢慢慢開始 對你有點小 一開始又想想怨言 因為你跟他相處太久了 嗯 然後呢他也到年紀了 他真的不想一直將你一輩子 開始開始有點火的時候要小心 真的我知道 他把你給fire 我知道有可能 我剛剛講 我已經有這種感觸了 對 女的沒有男的可以活得很好 男的沒有女的 我讓他掛了 真的掛了 他叫做 你現在有現在前途 我以為不容易 對 我非常有這個感覺 對 要謹慎 他每次說 如果你吃東西吃的太油 怎麼樣 你只要吃一點 到時候我真的不會幫你推輪 你我不會幫你拍背 我人就走了 對 這都是警示 這都是真的 你看太太過得還很好 兩個孩子還會永遠孝順 對 他今天真的以後 好我們也不要離婚 我就先散了 就跟日本現在很多太太一樣 看這個男人大 大男人主義那麼多年之後 你退休那天就是他走的那天 對 就孤獨了 這個非常可怕 對 所以你對孩子 現在兩個孩子 你那個大兒子 開始交女朋友 有女朋友 女朋友 那也要接到 同學同學 也開始有婚姻的想法 現在想說要先買房子吧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他會幫我去叫我說 去幫你們看一下房子 我老婆也去幫你們看人家房子 意思 爸爸就幫我看點房子 爸爸你要幫我出點氣 對 我說你盡量不要看蛋黃區 現在還沒有那個能力 不過他們兩個還不錯 他們兩個已經在規劃了 對啊 應該很快就會結婚 換句話來講 他們這一代其實不一定 我們這代稍微好一點 好一點 爸爸還會幫忙忙 嗯 或者說怎麼樣等等等等 還有房子住 我到台北來的時候真的是 沒有房子住 一瓶如洗 對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我跟蹦恰家我們都是一樣 對啊 開始 所以奮鬥很有目標 那時候 我覺得蹦恰家老婆剛上來的時候 開輛破車 我記得最清楚 你看奮鬥 對 每個人就是等等等等等等 願望實現 覺得好棒 對 所以他現在 現在兒子開始考慮到婚姻問題 考慮開始 但是你就讓他想清楚 對 但是你這個是認為 你的孩子是有分寸的 沒有我還是會天下父母心嘛 想孩子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幫他一把 對啊 一定要 但是我看了一些講法 就是你一直認為說婚姻不能夠 不能夠衝動 要想清楚 我一直對這句話 我覺得很難做到 很難啊 你就只能在旁邊鼓掌 哈哈 也許吧 調整一下 好修一下馬上回來 來 牛人男朋友了嗎 嗯 牛人男朋友了 他們學家學長 對啊 他應該個性很穩定吧 他也是蠻new的 也是蠻new的 射手座 我看兒子個性蠻好的 對對對 護理師 有幫你爸爸嗎 有有有有 就是因為我那陣子我確診的時候 我爸爸也確診 他幫我好多忙 他說你該怎麼樣幫爸爸快篩啊 因為我不曉得老年人會痛 他比較專業 他一下就篩好 護理師以後也是很有前途 他們這個是專業 而且他們慢慢 可是太辛苦了 我真的 但我不是怕他辛苦了 我是怕他生氣 因為他都大夜班了 他現在都是那種十二點進去 早上八點才出來 醫護人員真的辛苦 醫護人員這一點 真的沒話講 對啊 他們就跟我們演戲 會做的事情一樣 在責任來的時候 他自然的會去把事情做好 對對對 他不會在那邊拖的 這個這個是我真的 他那個訓練已經到 到血液裡面去了 嗯 你很少看那個 他來亂搞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再complain他還是把事情做好 對 他急診室都用跑的 很少用走的 我兒子真的是蠻有耐心的 我今天碰到順子 對我們在一個場合碰到順子 對 聽說他們那個是要再重新搬上螢幕的 那個 那個 鐵絲雲龍 聽說他們有人要找他們合作 喔我有看 看報道 但是我覺得要考慮 是啊 對 準備有新意 很多事情其實台灣變化很快 對啊 等一下 我舉牌子可以放個 啊 等一下這個手可以放個主體 然後等一下可能要宣傳一下戲 對就 最後好 小郭就坐在對面你知道嗎 對我知道 我去過他家 真的 他買房子的時候還請我們家 去他們家坐一下 在對面 來啊 然後 坐在家裡想法 拿著一把吉他 纏長著我們最愛的那一首歌 愛來是和我呢 愛來不思亂講 愛來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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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遠中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的是老夥伴洪多拉斯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從這個短短幾十分鐘把你這整個的奮鬥過程 人生的轉向 各方面來講 談得蠻多的 對啊 最後呢我們要談談我們最近合作的戲 好 明星養老院 明星養老院 我們是這次是 十二月的第二次 對對對 對對對 家演的 對十二月 票房還不錯 十二月的二三二四二五五六日 對對對 剛剛開始賣票 對 剛開始賣票 九月的十九號 一直到十月一號 我們現在開始賣票 中間這段時間呢 有找鳥票優惠 八八折的優待 那這個戲呢 是在國父紀念館的 集會堂 國父紀念館大理 國父紀念館大理堂 國父紀念館大理堂 你想國父紀念館大家就知道 對 國父紀念館大家就知道 這個戲呢當然 你背的很爛 但是我可以聽得到 因為我們這個這個戲真的票賣得非常好 所以觀眾朋友也要趕快來訂票 其實這個對 其實在這個時段裡面呢 其實也幫一文服務 所以呢 講自己的戲就會有點不好意思 請你講 不會不會不會 你還是講的理理來 我看你用那個葉教授的方式講就好 是的大家能夠了解到一部好戲 需要各位觀眾朋友來捧場 時間跟地點我再重複一次 時間是在12月的23號24號跟25號 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7點半 10月24號是下午的2點半 還有晚上的7點半 25號的中午2點半的時間 大家一定要早一點去買票 以免下雨 現在開始9月19號 一直到10月1號之間 你如果來買票的話 有找鳥的優待 可以打到八八折 這齣戲非常的精彩 可以刻畫出所有舞台上的人物 他們在經過了絢爛的生活之後 一直到他們離開了舞台 他們要如何自處呢 這裡面有很多經典的橋段 就像是洪杜拉斯在這個戲裡面 把一個非常老練的舞台劇的演員 脫口袖說得非常的淋漓盡致 你可以聽到36屆的灌口 還有很多比方說綜藝摔或者是綜藝跑 也會在這個戲裡面呈現非常的好看 所以葉教授在這邊拜託大家 一定要大概告訴大家 以免向於 就月19號到10月1號 招鳥票進行期待 對了 售票系統是在UDN的售票系統 再補一下 UDN售票系統 謝謝大家 你講得我很臉紅 我也覺得這個葉教授的表演 越來越差 對 因為年久失修 葉教授是說一說就會有一套詞 不是一直在宣傳 所以講得很爛 我怕是有時間上的壓力 你不是壓力 你只剩聲音 你的詞不講 OK 不然演這個戲 我剛剛你講了半天 講講看這個戲 你曾經講 你不要胡聽 當然 這題材是比較新鮮的 可是你演這個戲 你自己感受怎麼樣 你不要欺騙聽的朋友 你認為怎麼樣 你演了好多幾個舞台劇 跟你演戲了 對對對 其實這個舞台劇 我如果說是從事演藝工具的 他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震撼 那因為 在這個戲裡面 當然有程序是舞台上那些光鮮亮麗的 那還有一些經典的橋段 但是我覺得整個戲劇的結構 因為畢竟藝人 還是跟一般的普通人一樣 他們也有七情六欲 他們下了舞台之後 他們心中的那一種 也許是空虛 或者是期待觀眾的掌聲的那一種渴望 而在這個舞台上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他們就是已經歷經風華了 當掌聲不在的時候 那他自己要如何去面對他的這些 其實重點是 重點是我們這個戲 其實只是借用明星養老院 對 光環怎麼不見了 之後人怎麼辦 其實每個人年輕時候都是自己的大明星 換句話我們講的是人生 對對對 還有比方說那裡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 就是 當 當我們失去了舞台 才知道每個人心裡面都住著一個大明星 那 因為 所有的演藝圈裡面還有很多的情感糾葛 就是說 在這感情的過程當中呢 每個人的走紅的程度也不一樣 掌聲的程度也不一樣 對 排名也不一樣 有些人真排名 但是 大家都是希望把歡樂帶給大家 可是當 如果說已經閉幕了之後 他們的掌聲不在的時候 如何再擁有對舞台熱情跟生命的一些憧憬這樣子 非常高興我們洪杜拉斯來介紹這個戲 雖然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很久沒有訓練過 講的李莉拉拉 但是意思大概到了 不過你現在演戲OK了 但是即興表演變差了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走到綜藝上面 還是喜歡個人的表演方式 謝謝洪杜拉斯 也歡迎大家來看戲 我節目裡面都會介紹 對 不光是這個 我們自己的戲 很多人的好戲 我們也會介紹 希望大家在這個節目裡面得到一些資訊 得到一些娛樂 對 謝謝洪杜拉斯 謝謝韋忠哥 繼續加油 回去問家人好 謝謝韋忠哥 我們來聽一首歌曲 也謝謝今天洪杜拉斯來參加 謝謝韋忠哥 對 趕快去買票